缅甸改朝换代身兼四个部长 被国际媒体封为超级部长的翁山苏基 5号以外交部长身份会见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这是他上任四天以来第一位会见的外交部长 显示北京将是缅甸新政府的外交重心 第一次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言 翁山苏基显得相对保守 而大陆方面则是打包票将砸下154亿美元资金 大举投资缅甸 我们愿意帮助缅甸能够更快地发展起来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和好邻居 事实上翁山苏基与王毅会面时 缅甸军方对新政府为翁山打造的国务顾问一职 感到相当不满 原本翁山苏基一手掌握外交 教育 能源 和总统事务部四大部长遭军方反弹后 确定直接外交部和总统事务部 但新政府随机出招 在为翁山设立国务顾问一职 地位更接近总理 也为翁山苏基凌驾总统之上的地位 取得合法性 却也让军方和新政府间的矛盾冲突再度升级 而上个月30号缅甸前总统登圣交接完后 突然传出嫉妒出家 照片在网络疯传 不过他的亲信澄清 登圣之前曾向高森承诺 卸任后会出家做短暂的修行 记者 程夏天报道